大家总是想让我俩去吃便利店 长春没有 咱们今天就给它放到特种名计划里 我要这个 没喝过这个 这个 刘姐来熟食去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 不如拿这个呢 第二个两元 黑椒牛油意面 行 那谁要那个呢 土豆泥的 ok 哎呀我的妈呀 累死了今天 我现在感觉真的我能吃一头牛了 咱这些饭量跟牛也差不多了 你觉得我们把土豆泥放进去怎么样 那简直是完美 我感觉这得烙干了 你香州哪块了 我香州纯土豆这块了 这块 哎呀 馋死人了 火鸡面这点辣度对咱俩来讲 简直就是毛毛鱼 这个啥是 十块钱的黑椒 牛柳意面 鸡蛋 走一天搜沙了 他们怎么做的呢 压他没 压他没赢倒也不至于这么惩罚自己 好歹是个平局 啊 啊 这是唐欣的啊 哦哦 漂亮 刘姐 要不要嫌你吃雪糕 我一会儿吃得晃了 这个长得有点就是说 像鞋垫子 你食物不补了啊 这咋是 这中间怎么还有这个 鞋垫子的财小银 这不就放糕吗 那还是我嫌你长好吃 嗯 不太好吃 放了放了 哎呀 嗯 嗯 好吃 你尝尝 老屁的 我还是面条常好吃的 尤其固安图图你 嗯 吃不上 好吃好吃好吃 你真是太会吃的 是不是没熟了 这是鸡排 九分熟 我不倒刘姐 对付吃吧 这玩意儿鸡腿 你还能棱脏的呀 嗯 今天我感觉做船 最好玩刘姐 为海鸥最好玩 我最喜欢 刚到这西湖海灾的时候 啊 有后面那个海 就是我自己家的感觉 嗯 咱们两个私人沙滩 第一次就是闯入未至海鱼大 是第一片发掘点 嗯 我就是这一片 这个海里的梅鱼 哎呦 天呦 我觉得我上辈子就是发喊着女儿吧 谁呀 波赛东 小美人鱼 尾巴就可以摆动的那个 那你变成人变得挺快的 还知道下海找拖鞋呢 哎 我拖鞋 煮不好了回来 要不要再来一口这个火鸡面了 嗯 要不要干没了 我要加这个土豆泥进去 这个土豆泥最好吃 哎 这个土豆泥拌起来才有感觉吗 就是呢 土豆泥 你知道刚才在那里面讲那块吗 刘姐 那块大了 单身吃只能是没有人爱吃 不如家里 我实际是这个想法 你对寿司啥意思 便宜来的你就看不起呗 这家伙里面味都没有 都土豆味 多一口了 没了 嗯 刘姐你说实话 嗯 你是不是吃出来的面酸了 对啊 不设得钱就硬吃呗 这股味啊 还别有风味 我还是说辣的吗 哈哈哈 别滚 那也没有 黑椒一面是酸辣的呀 气死我了 哈哈哈 咱们到底怎么吃出情况 碎还是不碎 歇不歇妆 直接干到楼上 对不对 这个12点 我见会儿皮肠嫩 啊 还有这个任务呢 那我小气一会儿吧 嗯 我吃一半啊 你都吃都嫌这点 啊 没咋子都吃饭了 你最好吃 没咋子咱们今天吃 8点15 咱们能不能睡在沙台上啊 看着看着睡着了 晚上把高鞋做过了 什么东西苦苦的 嗯 刚刚给这里吃了什么东西苦苦的 你今天吃到了吗 坏了吧 哈哈哈 这坏了五一天了 狗包里 前面有一个好玩意 都成苦了那些海鲜 我现在奢侈一把吧 面包里挑了鲍鱼吃就得了 全苦了 还不敢面包好吃呢 想着这个面包搬 嗯 总感觉这个房间可以不太好呢 无所谓 我大哥他们能听见吗 能 他们会说这女真能造 我都听见了 这一面 也就这一面 有一大坨鱼鱼 哈哈 好 这个面包 看 要不要这样 今天已经最辛苦了 今天吃大的 嗯 嗯 嗯 你知道海鲜吃海参 这个伦理关系 我真是捋不清了 哈哈哈哈 把二舅丢走 哈哈哈哈 牛逼666 今天吞我大二舅 哈哈哈哈 一想到看日出有点激动 请看啊 嗯 要支架摆带了 一会带支架让大家去那个海边 然后 谁叫谁呀 过去再回来 叫他不不睡觉吗 你不是要睡觉吗 我要是咪也就咪一会儿 我自己能醒一下 咋的 我要是咪也就咪一会儿 我自己能醒 我心里有事 哈哈哈哈 你那有啥事啊 来一套等着看日出的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两张照片啊 刘姐抢先使用了深红色救生衣 这个深红衣的寓意 我猜应该是 这个人是必救无疑的 这是重点保护对象 这是下船指定的叼海里的 必须得保护好 玩我是普通音众 妈 刘姐一听自己必须要被保护了 人字错的脚趾微微内扣 哈哈哈哈 大爷草兰子 意思就是我要掉海里了 我必须你抓点海带回来 耶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晚点了 对 不是晚点了 是赶不上了 马上把高姐做过了 那我们吃个早饭吧 走吧 嗯 你哪儿不吃饭了 你最好吃 那怎么办啊 没有票了 关键是 真的啊 那我们看看能去哪里 我们就转站一个平方吧 然后我们再坐车回家 没票了 所以买了商务座 但是婷婷还不知道 咱们走 咱们走这个商务座怎么样 这不行 没人留钱 对不起 没有人去 也肯定就服务了 不了 服务吧 这正好吗 咱们体验一下 这不就这边吧 刘天 蛮不错的 没问咱俩到底是不是商务票 买了三个三明治 但我不好意思当着大家的面吃 咱们都从商务座的安检进来了 咱们再去商务座的休息室待一会怎么样 这一下也对不起 因为正在抓你 不能 实在是迫不得已了 下午还得剪片呢 没有时间了 迫不得已 高家人没法等呗 对 这是我人生第一集 我也是理解 上次做的事 一等一 从长治到四平 有什么改进的意见吗 刘总 不要再放这种了 坏一样 放点乐视呗 太好吃了 这一个太好吃了 你有知识 是不是 刘总的大嘴果然名不虚传 装机签合同 咱们快点十块解决 准备睡了刘总 我们到店间 OK